從CNN辯論災難後 美國總統拜登 一直想試圖避免的惡夢 再度上演 在北約儀式上 竟然把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講成他的頭號敵人 俄羅斯總統普欽 盡管拜登意識到右口誤 趕緊糾正自己 在一旁的澤倫斯基 幽默化解尷尬 德國總理肖茲 事後還得幫拜登還夾 不過拜登或許真的累了 在今年第一場單獨記者會上 又說錯名字 而且還是他的副手賀錦麗 在短短兩小時內兩次口誤 沒想到拜登還是搞砸 整場記者會不只口誤 還多次結巴和狂咳嗽 讓民主黨內部更加恐慌 目前為止已經有14名眾議員 和一名參議員公開呼籲要他退選 甚至還有一名華盛頓州議員 直接還要拜登應該請辭 讓他拼連任的競選路越來越坎坷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